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都不捨得走 是因為要弄低這個真相 再加上其實 街地那邊很多人都收到這個訊息 就是街坊都知道 那邊是很多黑社會 很多鄉親父老在那邊召集了 那為什麼沒有警察可以過去那邊捉人 為什麼全部警察坐在那裡 而不去那邊做事 我希望大家要認清真相 我們現在街坊是覺得 你們去保護我們不要緊 但是不要使用過份的武力 去傷害到真正的香港人 麻煩你了 真的這麼多 那可以說一下你們剛剛在這裡 我們其實是靠直播才看到的 但是其實我們剛剛一直都是站在那裡 觀察著警方怎麼去處理 而他們剛剛在那條街上 其實殺了過來的 將來是大量的警力包圍的 在這個情況裡面 既然示威者都已經在退 你們應該要給他們一點空間 去離開 而我們剛剛也知道 可能有些示威者是跑去元朗雞地那邊 其實我們都一直都知道 元朗雞地那邊是高危區 很多黑社會在那邊 那為什麼黑社會 既然今天可能可以拿著武器去吃大茶飯 但是沒有警力去捉他們 也沒有警力去保護市民 那究竟你們出來的意義是什麼呢 即721個日你們一個人都 你們只抓了十幾個人 又說是非法集會 這是不是一個很可笑的一件事 其實我們元朗市民 是希望你們是保護我們 但是不是使用武力 去這樣打使威者 其實今天使威者是完全 都沒有去用任何武力 去對我們的街坊 就是這麼簡單